七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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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还有那边 都好好找找 一个是郑珍那若是找不到七公主 你们每个人都得拔二十大白 七公主 七公主 你还弄着做什么呀 你们也去找啊 是 七公主 这儿也没有啊 七公主 去那边 七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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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七公主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我 我 姑娘若无大碍 在下还有急事 先告辞了 公主 公主 去公主找到了 你看 令云是谁啊 他是隋国公府的三公子 乐部中大夫杨赞 据说他不但精通各种乐器 还薄谷通筋 诗词歌赋 君事一绝 竟然还有这样的人 那我得去领家领家 你们几个 把这首重新演练一遍 公主平日里一听乐曲便睡觉 如今却这般赤泥 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公主驾到 参见公主 免礼 我要学这个 公主若是想学 代下官排列完毕便 我此刻就要学 公主 下官先向您讲解一下 这情绪 不是了 指钉不练就如纸上谈兵 何年何月才能学会 我要你手把手教我 可是公主 我 哪有什么可是啊 教便是教 不教 不教便是不教 爽快俐落的 你就说你是教还是不教 公主要学 下官自然是会教的 那便开始吧 好 公主 这右手 我不是叫你手把手教我吗 手把手 公主 手指 手指 略为弯曲 像这样吗 手腕需下压 脚趾需上翘 脚趾往上翘 脚趾往上翘 对 就是这样 然后 要亲平气和 是不是这样 那只手 要这样 就这样 轻轻地放在上面 这样就对了 然后弹奏之前 心里要先想着曲子 你的左手和右手 之前 我总是不喜欢这些叮叮当当的声音 如今自己弹奏起来 竟是如此美妙 你说 你我二人是不是相遇得太晚了呀 是 不是 不是 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 你为何还未娶亲 下官家中排行第三 两位哥哥尚未娶亲 下官又何须着急呢 谁说哥哥未娶亲 弟弟便不能娶亲的呀 何必距离于这些 压根不成文的规矩 公主教训的是 我不是在教训你 我是在教你 对了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长安城内的名门闺秀 我都认识 不如我介绍一个给你 你有何要求 下官先谢过公主了 其实并无特殊要求 和演员便好 若是温柔体贴 贤良输得 那便更好了 我说介绍 你还真介绍 我 公主 我 不过 要说起温柔贤惠 不是本公主自诩 本公主若说第二 便无人敢说自己第一 是吧 宝莲 是 是 公主是全天下 最温柔贤惠的女子了 你看啊 我们既能异己辅琴 又如此聊得来 这便是和演员了 多不和呀 公主 这玩笑可开不得 下官 不敢与公主和演员 你只需要说 是和还是不和便是 有什么不敢的 下官 府中还有事 得赶紧回去了 公主你就送到这儿吧 下官先告退了 你说她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这天下的男人 有谁会不喜欢公主的 她定是受宠若惊 慌不择路呢 公主 你看她与公主女在一起时 又紧张又害羞 这不是喜欢 是什么 你倒是懂 不过你说的有道理 你别看我刚才不紧张 其实我的手心都出汗了呢 她这一泽 我这心里空落落的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 那公主跟她回随国公府 不就不空了吗 你说得对 如此俊美又有才华的男子 碧桃女人喜欢 嗯 我可不能让他们抢了身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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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